正所谓,想要赴先修路 历朝历代的交通问题都是一个让同志车十分头疼的问题 在五谷古代的某些繁华的城镇里,交通工具还是挺多的 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牛车和驢车以及马车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古代,牛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耕地的 因此,用它拉车的情况并不十分常见 而马是贵族阶级的产物 所以,人们日常生活最为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驢车 我们都知道,在五谷古代,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科技都比较落后 因此,古代修路驾桥的技术自然不能与现代相比 所以,五谷古代的路况普遍都比较差 道路更是崎岖不平 而且,基本上都是土路 每当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不仅会变得泥泞不堪,还很滑 诸如此类的因素,不仅让人们的出行十分不便,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和人员的伤亡 政府就制定了一些相关的交通规则 那么,在五谷古代,都有哪些交通规则呢? 首先,先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比较有名的一些交通规则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在那个时期,好多礼法以及朝廷制定的规则都已经被人自动无视了 但是,某些交通规则却被保存了下来 当时的人们在迎接客人时,都喜欢在左边等待,史称左营 大概是由于长久以来的习惯问题 人们驾车时也会自动靠左行 这就是由来已久的左侧通行 因此,在那个时代,便有了靠左行驶的交通规则 其次,再说一说唐朝交通规则 唐朝在前期的时候,国力非常强盛 唐都长安也十分繁华 堪称世界第一大都市 在这座城市作为繁华的时期,人口甚至超过了百万 但是,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只要人一多 交通问题自然就随之而来 因此,交通管制问题也就成为了朝廷必要慎重对待的一项事务 为了维持城市交通的稳定 唐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交通规则 这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没有任何公共和私人原因的情况下 任何人不得在街道或者巷子等人群密集的地方骑快马或者是驾快车 如果有人违反了这条交通规则 将会用主板或者是金条打击贝50次 但是,后来唐太宗听说打击贝危害太大 就改为了打屁股 第二,如果由于骑快马或者是驾快车 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的话 将会对照斗殴杀人和伤人的罪行降一起来处罚 当然,特殊情况自然要特殊对待 最后再说一说,清朝时期的交通规则 到了清朝的时候 交通规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 为了降低雨雪天气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清政府在立法中明确规定 由于天气原因起码撞伤人 必须赔偿医药费 还得把自己的坐骑赔给受伤的人 如果把人撞死了的话 就必须要抓起来打一百大板 还要坐三年的牢 另外还要赔给死者家属丧葬费 而他所成的交通工具也会被朝廷没收 其实,清朝交通立法的规定与现在的法律 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只是古代的更为重一点 肇事者不但要承担民事责任 还必须要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到了清朝末期的时候 大批洋人涌入中国 政府不但效仿外国成立了专门的巡警部 还聘用洋人做顾问 而许多交通规则 就是仿照欧洲国家来制定的 这样一来 在我国传承已久的左侧通行 也就被改为了靠右行驶 后来到了民国时期 制定了国道交通规则 另外,汪伟政府也制定了卫兵指挥交通规则 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 如果想要超车 就要从左方加速 这样的规定简直和现在一幕一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也研习了这一规则 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更好的保证生命安全 保证家庭的幸福